歡迎來自我們的五名英雄 並於當天發表會後 來到觀眾票選名氣獎第二 對土地的熱情以及生態環境的重視 寶島靜香團從4月開始到10月 共舉辦過五場大型淨灘活動 北部的共寮金沙灣淡水沙輪 金山水維港等地 到南部的高雄旗津和台南黃金海岸 公益撞油足跡遍佈全場 一開始我就是想要做這件事 然後我就想說來找西藏的一些 也是比較喜歡生態這個部分的同學 一起做一件事情 因為你一個人去海邊淨灘會覺得好奇怪 就是站著一個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他就會非常熱情 而且很熱情 今天我們發現有海威在這個沙灘上上岸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更保護這個沙灘 讓它可以繼續的發展下去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對 像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去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是的話我們是一個猜測 如果是的話那台灣內海洋教育 是不是還有我們在進步的部分 寶島競箱團在一系列淨灘活動過程中 得到各界的支持和幫助 除了校內老師與同學們的行動支持外 校外人士團體也大力幫忙 各界的支持都讓寶島競箱團有持續下去的動力 然後把這個照片PO到我們的Facebook上面 那我們就會就是他留下聯絡的方式 我們就會寄這個冰淨片一整套的給你 年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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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等等等等等等 等你一起來 讓我們先看一下 七位團員皆為生科系101級學生 在畢業前組成寶島競箱團 並克服許多課業壓力 努力排出時間投入撞油活動 都很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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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忙 因為我們也都有實習 對 都有修教程 大部分人都很修教程 然後大家是下午我們 生科系就會直接去學校試教 就會有試教課 所以大家都很忙 同學們在頒獎典禮上得到亮眼成績 也順利使青年公寓撞油落幕 同學們表示 競箱活動並不會因此停止 明年夏天還會再回來 並號召所有熱愛土地的心 繼續努力 鄉民記者 蔡孟華 潘彥廷 採訪報導